史书记载 高宗乃许之 尤氏朝廷肃然 就是说 狄仁杰的这次觐见成功了 我们担心的龙颜大怒 没有发生 唐高宗批准了狄仁杰 对王本利的弹劾 王本利没能逃脱法王 官场风气也一时未知肃清 那么问题就来了 咱们都听得出来 狄仁杰觐见的时候 说的这番话 其实是很不客气的 那么唐高宗为什么不仅不生气 还心平气和地 接受了他的觐见呢 这可以看出 狄仁杰很得唐高宗的器重 对不对 那么高宗为什么这么器重狄仁杰呢 想要弄清这里边的缘由 咱们得来说说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四年前 唐高宗上员三年 狄仁杰在大理寺担任大理城的时候 大理寺是唐朝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狄仁杰的这个大理城呢 主要负责断案定罪的工作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所谓昭陵的左威卫大将军全善才 和右肩门中狼将范怀裔 不小心误砍了陵园的柏树 被人告发了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 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何葬林 唐高宗得知这件事后悲痛流泪 哭得不能自尽 砍伐陵园的柏树 这是个多大的罪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 根据唐朝法典唐律书役的规定 偷窃陵园的草木 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 而如果对方是普通的民间种木 处罚只是仗打一百下 管理陵园不善导致失火 并且烧毁了陵木的 判处流放两千里 而如果在民间 失火延烧到农忙时期的庄田 处罚只是用金条打五十下 可见同样的罪行 一旦涉及到皇陵 惩处就比侵犯了普通课题 要严重得多 因为他们触犯到了皇家权威 所以砍伐陵园的柏树 哪怕是工作失误 也不是个小罪 古人认为柏树可以辟邪 在陵园里种植柏树 象征着死者长眠不朽 父母目的上的柏树被人砍掉 普通百姓都不能忍受 何况是帝王呢 在唐高宗看来 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呀 所以他哭完后第一件事 就是把全善财和范怀义抓来 要立刻处死他俩 以解心头之恨 但是正常的司法程序 还是要走的 所以全犯二人被送进了大理寺 依法审理之后 判处免官除名 就是撤销他们的职务 从此成为庶人了 这个结果当然不能令唐高宗满意 只是免官除名 这跟他要的死罪相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直接行使帝王特权 下令将这两个人杀掉 一刻都不能耽搁